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病毒核酸检测结果成为判断疑似患者是否感染的重要依据之一。 武汉市疾控中心是武汉市首批获诊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机构之一。 在这里,20多名检验人员24小时轮班捕捉病毒,并形成报告,帮助一线医务人员做出准确判断。 2月4号,记者从武汉市疾控中心病原生物检测所获悉,目前该所的日检测量已经达到400分左右。 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在做200分左右,近期由于我们市政府要求加快加速这个核酸检测的工作, 所以我们实验室从200提到300,那么今天最大量提到400左右, 不管做到明天的凌晨几点钟,都必须要把这个400分样本要检测完。 当天下午3点30分,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首提三个装有120分样本的送检专用箱来到实验室门口。 记者看到,每个送检箱外包装上都贴有感染性物质标识。 起码是要三层容器,那么主容器是采样馆,采样馆完了以后, 我们每个馆子外面要有一个制风袋把它装好, 制风袋装好再放到一万二八要是的那个黄色的那个罐子里面, 每个罐子还要,里面要放一些防渗漏的那些填充物质装好, 装好完了以后外包装,包括这个运输的箱子啊,盒子啊, 能够严格的把它固定起来,那么有专人来运输, 送到实验室。 全副武装的检验人员从传递窗取出装有样本UN2814运送容器, 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生物安全柜内分装, 整个检测的过程非常严谨,包括样本核对,核酸提取, 基因扩增,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分析等环节, 为了尽可能节省防护用品,每名技师在进入实验室后 都要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当脱下护目镜, 外层手套,防护服,机师的脸上满是深深的勒痕。 尽快地,尽我所能地,把当天的检测任务保质保量早点完成吧。 据武汉市卫健委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1家机构同时开展核酸检测, 全力提速于病毒赛炮,核酸单日样本检测能力由最初的每日200份, 提升到近期的每日4000余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